你看比如说西西说了 说她爸她妈之间的那个性格就是互补的 就是大家有的人会觉得互补很重要 有的人会觉得两个人相同性格 然后彼此有彼此的那个交错在里面 这件事情很重要 大家觉得哪个哪个更重要 我觉得性格应该互补 就比如说谁急一点谁慢点 谁能够强势一点 谁稍微就是可以缓和一点 就有性格要互补 但是兴趣 爱好 品味要一致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三观一定要一致 这个太重要了 彭岳 你是想找一个 你们俩能玩到一块的人 还是全程都在保护你 呵护你这样的人 能玩到一块的吧 但是有些就是在乎的点要不一样 就我性格里面有一些 比较不太好的一些性格 但对于她来说 她是不在意的那种 不会死抠那个 要包容 对 然后她有一些性格里的缺点 但是我也不在乎那种 她不是长在我最讨厌的雷点上面 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的 其他性格互不互补 或者一样 我觉得都无所谓 那我们觉得自己的 比如爸爸或者妈妈的性格 对于我们的影响大吗 大 有多大 你用感的说出来 我看看我感觉我怕不怕 那你说就好比如果一个人 他家里是音乐师家 那我觉得这过年没法跟他们聊了 为什么 不是 万一就是他们聊到一些什么学术上的 或者是兴趣爱好上面的 然后我一下我又不知道他在聊什么 那你就跟他聊了 拜托一些女团 小向 小红 是小向红 但我感觉你什么话题应该都能加入 对 我会打乱他们 聊不下去就会打乱他们 聊不下去就会打乱他们 不错 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的那个性格 给到你的最多的感受是什么 我继承了我妈的嘴块 对 继承了我爸的老实 你什么地方老实了 我不老实吗 他活泼 对 活泼 但是老实 耿直 然后做事踏实 他是一个老实的活泼人 对 活泼人 汉哥你继承了什么家里面的优秀的 因为我爸妈都属于那种比较内敛的人 嗯 所以你 腹腹得振了 怎么能说中了 汉哥你继续说呀汉哥 因为我妈妈 我妈妈是医生嘛 然后她也是那个教授 她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 还有她的工作 她是一个对一个专业很钻的人 严谨的 对 其实我觉得在某一些方面 我的很多不放弃 好像那个钻严的那颗心劲吧 跟我妈妈比较像 然后我爸又是一个那种就是 就是说话打招呼都会脸红的一种 现在也一样 对 所以我送了你跟狐狸 很像 狐狸跟那个 红的呀 嗯 红狐狸 哇 红的 你看 超越就这样的 就给他吓开聊 很 drive 祝你以后的事业 红红盒火生日上 谢谢 luncado 男仪 趙